我的YouTube频道上呢 陆续来很多人教育 其实我已经感觉很烦很累了 今天出这个视频呢 想做一个了结 在2020年9月 我的推特账号改了Bell 记得呢也就150个Follow 第二天呢 我的中国大陆的B站账号 被永久封号了 当时客服呢 也没有给出任何的理由和原因 那过几天之后 我用朋友信息注册的西瓜视频账号 也被永久封号了 那并且呢 已经有人私信告诉我 如果你再继续这样下去 会连累你的家人 很好很强大 针对善意的批评的朋友呢 我对当时的用词不当表示歉意 但是我同样也有必要让野人们了解 知道人类文明进化到哪一步了 第一种人说辱华 让我试着在黑人群体发表辱黑的言论 脑残闷 第一我不是黑人 根据YouTube政策 如果你是黑人 你自己辱黑可以豁免 然而你们作为关注者 也可以抵制他 第二 我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发表这样的言论 你们他妈的跨国跨战 言论清洗 你不好强大 如果我在B站说 你们能封我YouTube账号吗 我的推特账号发表这样的言论 对了 你国的刘大使在推上好风光啊 代表你国一贯的流氓传统 这点我倒是挺赞的 第二种人是说封我号 一点都不冤的人 你国有你国的政策 没有必要和世界潮流一致 其实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冤 反倒是你们说这些话的人 我觉得你们对不起你们这条命 你们这条命挺冤的 美国封禁微信都一波三折 法庭判决暂缓封禁微信 你国封禁Google Facebook Twitter 你们连送花的权利都没有 没有法治 当然封我不冤 感谢你给我上个一刻 当然了强拆你家的时候也不冤 你国不需要和世界潮流一致 你国说了算 人质大于法治 希望你下辈子还在中国 第三种人说你这个不是政治问题 是你自己活该 有人看不惯你所以举报你 那这个更恐怖了 中国花纳税人的钱去维稳 费用不小的 有了你们这些脑残 互相举报 文革2.0啊 那你们替党国省了不少钱 什么时候把粮食也省了呗 更重要的是举报还会常成功 只能说西一朝鲜的野人 还需要经历几次文革 大饥荒 才能明白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地沟油 还应该有站起来发声的权利 一个连自己国家都无法去批评的民族 一个容不下其他半点言论的民族 一个曾经仇日 用悠行寡去击穿同胞投入的民族 一个仇美 还现在送自己子女去美国读书的民族 你们他妈的第57个民族 什么民族 给你个梯子 你就以为你站起来了 你只是跪在墙头的一坨屎而已 DEX